我们来看到邱佩玲对于民众党 对于柯文哲来讲到底有多重要呢 邱佩玲呢 基隆市副市长 但听说今天有个牵尬啦 目前还是就是神隐没有来上班 那我们来看到邱佩玲 他其实也是有透过媒体来回应 他说用这个哭穷来形容柯文哲 绝对不是事实啦 因为他都会帮他会帮忙民众党 不是因为阿伯哭求 是因为他真心希望白色 白影可以成为很好的力量 真心希望蓝白可以合作啦 那至于呢民众党内也有一些人士透露 说邱佩玲真的对民众党非常的好 尤其对于事务是非常的上心 要是粉丝专业出了什么问题 都会亲自向党高层反应 粉专出问题其实小编去反应的也在 还要劳动到邱佩玲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关注民众党的一举一动 所以那以他的背景跟人脉啊 会亲自出力 帮帮柯文哲的募款 其实也不足为奇 大家都这样说啦 那我先请教一下十七姐 这个邱佩玲跟柯文哲有多好 因为我昨天看周刊是写说 好到阿伯会拨命去找邱佩玲 这高情真的有点很好耶 阿伯身边有两位这个 负责蓝跟绿两大块的处理事务的 一个是谢明珠嘛 一个就是邱佩玲 邱佩玲比较负责的是蓝的那一大块 因为他蓝营的这个家族出身 他算国民党正二代啦 对对对关系很好这样 然后呢谢明珠是帮他处理绿的这一块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绿的跟这个阿伯关系就路线越走越远之后 谢明珠就明显的居于下风 所以真正后来在这个柯文哲比较后期第二任之后 其实比较着重比较重用的是跟邱佩玲之间的关系 你说邱佩玲募款的业绩比较好啦 是这样说吗 对啊募款业绩他策略谢明珠的好几倍 好那邱佩玲呢他之前在媒体高层啦 他一般是说他工作能力很强 但是我觉得应该用柯尹陈文茜来形容 我是觉得有一点over 没有到那么厉害吧 好但是他的确是一个蛮热心的一个姐姐 一个大姐姐 以前在媒体的时候他就是蛮热心 然后交给他的事情 他也都会这个尽全力去做 所以如果他的业绩是好的 你觉得阿伯不会用这种人吗 阿伯一定 因为目前周刊爆出来的业绩好像至少上千万 好像一千多万 阿伯一定抓着他啦 好那所以那个去穿梭的 然后去街头的 然后去游说的那个角色就是邱佩玲 所以对于阿伯来说邱佩玲的重要性 绝对非常重要 重要到我都要到他家 去跟这些金主们见面吃饭 因为比较隐秘 刚刚有讲到说他可能有一些在国庭饭店 可是有很多厂看起来就是在邱佩玲他家 所以在邱佩玲他家 然后跟这些有钱的大老板们见面 的确符合了这个能够隐蔽 很秘密低调进行 那所以邱佩玲的穿梭 从名单上面看起来 的确那个金额是还蛮惊人的 所以邱佩玲 他如果是一个热心的人 然后阿伯交代他的事情 他一定去尽力完成 那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倒是蛮像我们认识的邱佩玲 以及蛮像我们理解的阿伯的形式风格 那中间的这个金首人 是邱佩玲的这些数额就非常非常高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认识的人level非常的高 你看他自己的这个打扮穿着 其实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贵气逼人 这个振折力道相当的大 他这个不是也被简调约吗 他约的时候光那个口罩就是 比我们的大概要贵上一百倍 一般的名牌的口罩 明牌的口罩 对你就可以看 哇一窥富贵人家他们的穿搭穿戴的这些东西 那他现在感到说 阿伯不会这样子哭穷啦 他只是很希望帮助白云 我相信的确他有可能是这样的初心 但是他第一句话我认为是说谎 什么叫做柯文哲不会哭穷 柯文哲老是在哭穷 四处哭穷 私底下哭拿着麦克风也哭穷 直播也在哭穷 到处都在哭穷 选前一天还在跟小草哭穷 他哭穷是常态 阿伯不哭穷才是新闻 到处这样讲一遍讲两遍 那你作为他的幕僚听到了会怎样 我如果有人脉 我如果有线头 我当然是尽可能去帮忙 那所以他会感到委屈 因为他并不会知道说他去牵的这条线 木来的这些钱阿伯用到哪里去 他可能一厢情愿或者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说 钱不是就进党了吗 那钱不是就进总部了吗 钱不是阿伯就拿去选举了吗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阿伯的钱拿到哪里去 那个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问号 而他是民众党的人 所以民众党你们在那边东骂西骂 匹配狗的时候 你们应该去问一下邱佩玲 你募到的这些钱到最后都到哪边去 你有没有一些讯息 否则为什么会被抓出来 这些钱不知下落 而且疑似用很多人头的方式去报账 那1月26号为什么有71个你们的党工 明明没有拿到钱 可是你们被报了这个监察院的这个台资 是奖金还薪水吗 就是你的入账跟你的出账 如果是对不上的话 这个东西才是问题 阿伯有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侵占了民众党应该要收到的政治现金 说这件事情才是民众党应该在乎的啊 你在那边骂东骂西 真正偷钱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你们的党主席 这件事情党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洗钱的中心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们难道都不觉得事态很不利吗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们应该要把自己的内部的这些规则制定 规则秩序 然后这些异常的状况先厘清啊 不应该是一开始就骂对外面骂嘛 回到邱卑林 邱卑林他觉得很委屈 请了两天假 问不到他本人的这些回应 感到委屈的何止他呀 那个科技大佬不是也很委屈吗 这个人家黄董事长也说 黄董事长我没给年我也在你名单上 而且这些大老板都说明明都是送钱的人要记啊 因为我要记录我的钱花到哪边去啊 怎么收钱的人在记呢 对收钱的人可能收太多 他也会怕记不到 所以他当然也要记啊 所以送钱的跟收钱的两边都要记 如果这些钱能够对上 然后或者是说到底跟台北市政府的案件有没有相关联 这个就是检方想要联起来的这个部分嘛 那所以问题是出在柯文哲 你到处去收钱 你收了这么多的钱 到底花到哪边去 钱的流向才会是大家想知道的 也会是检察官想要知道 否则哪有这边收一点 那边收一点 哇这边又收一大堆 那你总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消化它 或者是你要存放它嘛 如果不在银行的话 会在哪边 那个是想要解密的这个部分 然后昨天还有人在讲说 因为Excel档就随时可以直接就是拉长 它可以一直拉长一直拉长 因为那格子Excel档很小格 所以你觉得上面会真的只有写十个吗 我觉得它可以无限延伸 而且连20万都可以登上版面 就是你看它大钱也要 它记得很细 1500的也要 20的我也绝不放过 就是一网打劲 大鱼小就像流刺网一样 撒下去所有有钱人全部大钱小钱 我都要收 说这种政治人物爱钱的程度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 我们跑去我们跑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政治人物 我好贪心啦 贪心不足蛇吞相了 就是柯文贯 阿伯我们看起来什么钱都要赚呢 瑞德哥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啦 因为昨天说真的 这个周刊爆出的这个USB名单 这个好像说时序是大概在2022年左右啦 因为例如说像谢国良这一笔 就他妈妈捐的这个200万 听说就是落在2022年那时候 县市长选举左右嘛 那个时间点很巧 可是呢你在队上 他都要宜甄也有分享 因为尤淑会讲的那个 去年蓝白盒的事情 也有很多企业家大企业家 也是有给阿伯一些钱啊 那这些钱后来又到哪里去 民众党里面的人到底是有本着吗 还是阿伯都自己吃掉了 谢国良是这所有 他现在还没有被约谈 但是所有被约谈里面最有意思 就是谢国良 因为他是第一个跟我们承认 说我家要给钱 就这样 麻烦一下民众党 麻烦那个咆哮的 很会咆哮的那个变色龙 麻烦公布一下 他们捐给你们民众党的 相关的名细嘛 有没有谢国良嘛 对啊 登陆在哪里嘛 有没有陈寅柱嘛 有没有王令玲嘛 有没有这些人公布一下嘛 红乒乓这个嘛 这些钱在你们里面有吗 有没有小省啊 下午3点1500嘛 有没有嘛 公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嘛 你们不是说你们最清高吗 所有的一切都从两个月以后 以前啊 柯文哲自己出来 这边画得大小 我最清廉 科学务实理性对不对 然后呢 透明清廉 这不是他的价值吗 什么政治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天 我的天啊 原来啊 收钱是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天啊 刚刚实习讲的对啊 为什么 刘次网啊 放在那个海底 啪 1500不放过 然后呢 500不放过 连20万你也好 那叫他笑死 我说坦白的 被人家笑破 其中有位江湖人士给你300万 我讲坦白的 真的很难看啊 非常难看 因为其实他是出手非常大方的人 据我所知啊 他连见你都不想见你啊 叫他的手下把300万拿给你的 这个等于说下面的干部啊 那算打发的是不是 我还记得媒体有报导说 那是台坡大楼 他们现在在装潢的费用 而且当时没有申请 所以台北市政务 把他们划了12万 有没有出来否认 你们很过分耶 为什么 台湾民众党今年的 这个相关的政党补助款 1亿5000万 那个总统补助款 一票30块那个 柯P从来没有说 他放自己口袋 却放自己口袋 还说比照民进党 看了以后让人家瞠目结舌啊 刚那个 刚这个时期讲的 好那以色列党可以一直拉 你怎么知道以色列党只有一页 对不对 那台北地政务 为什么不再传一大堆 他的重点不再传别人 每个人传来说 你有好多钱 那如果这样的话 政治先进每个人都要传 对不对 不是的 他要证实一件事 他查这个东西 要证实一件事 是小省的1500是钱 而不是时间 他从前后这样证实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两个都否认啊 你就是两个都否认啊 查不到你的金流 对不对 查不到你的钱 我就拿你没办法 错 我一样只要证实那是钱 其他的人 他们有违法 没有啊 我说他们了不起花钱 其他捐钱给柯文哲的人 了不起花钱 没什么 我相信连邱佩玲 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是多少钱 我付证 我的人头 我自己出面 我的人面 帮你这个等于说 谋合一下 但是所有的钱 搞不好就进了 以为说就进了 这个民众党去选举了 他哪知道 他会这样乱搞啊 你知道 就是乱搞 为什么他怎么乱搞 他之前柯文哲不是讲说 贪污的人不会做到这么 做那么详细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详细 因为他误以为 我最聚了 你知道 我最聚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最糟最糟糕的事情 是什么 这种人都以为人家不敢动他 你知道吗 想说没人去查 他会以为人家不敢动他 所以就自以为聪明 把那1300块价值的这个USB 特别贵的USB 随身携带 就是这样嘛 你不敢敢握啊 你看他招败跟什么听着 连政司又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 对媒体怎么说 对前面媒体说 你们要做这些事情哦 我是台湾第一个 什么被带走的那个 那个党主席 根本胡说八道 你把人家虚用名当什么 对不对 然后呢 他都用这种 你民进党哦 你这来清代最清楚 你要交代做什么 现在就要给你交代了 现在台湾的司法 给你交代跟你说 你什么都同样 你谁都一样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就落实在这个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身上 没有的话还他清白 有的话 办到该怎么样办到 办到什么样的程度 一个都不要放过 至于为什么会去查这个 有关于政治迁金的部分 我问你啦 如果按照民众党的说法 他们政治迁金都是 干干净净什么 有血有肉有人名是吧 有血有肉有金流 你知道吗 很简单嘛 一查的结果 同中白那七个人 全部是人头 我问你 人头只能有七个吗 更多的人头几十个人头 几百个人头 难道不可以是人头吗 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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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一直在想 为什么是九九九九九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九九九九九也可能是一个标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不是 你喜欢阿伯捐三万 五万啊 十万都合理啊 你捐一个九九九九九 一般人不会这样捐 所以呢 我一看九九九九 是不是就谁捐的 是不是就谁捐的嘛 那是一种暗号吗 当然啊 有可能啊 我合理的怀疑嘛 我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一个暗号 因为正常人不会这样捐嘛 但是这批人 为什么都这样捐 一捐整十个都这样 哦 你们这不是钢铁小草 你们这钢铁骨干啊 我说坦白的 而且大家都讲好 所有的人全部都讲好 都是九九九九 不可能嘛 所以啊 麻吃麻不食 食贼不灵麻 这件事情很简单 那么你做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件好事 你只有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 不代表你可以做一件坏事 或是贪赃王华收费 然后或者是土利 这些都不对 还有谁说他没有跟这个财团开口 昨天黄先生已经证实 他已经跟财团开口了 然后邱佩玲已经证实 他确实也跟财团开口 不是吗 陈东豪已经证实 他跟大家开口 不是吗 那如果更早 推到更早的2014年到现在 我跟你说啦 那钱加起来对吧 麻不吃麻不行啦 包括绿的 包括这个蓝的 还有很多 不要忘记去年选举的时候 还说人家什么 一亿美金 还两亿美金之类的 两亿美金要他当助手 是不是 所以没想到到最后 你看到的是 那个所谓清廉自诩的 那个做经济舱的柯文哲 搞不好就只不过是 另外一个王莽而已 说到阿伯哦 怎么会都转转到钱有关 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继续来请教委员 因为现在可能有很多大企业家 因为被列在这个USB名单里面 一定觉得自己很倒霉啊 关一个钱 没专业问题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